主席 以後所謂破產 以後所謂要由政府來撥補 等等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在討論的是 貴部所主管的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那有短期的用途 有長期也就是說 核電關廠以後 停止運轉以後 後續拆除等等 這個 所有的這個問題所需要的 一個經費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了解到 假設核一廠 核二廠 這四座反應乳 將在107年12月 108年7月 110年12月 112年3月分別 運轉執照到期 那除非你又想到 這個 各種借口把它 延溢 不然的話 就要停止運轉 那停止運轉呢 接著下來 這個長期的 這個後 後續 處理的經費 就馬上要面對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啊 你這個提存的這個基金啊 是不是有正常 然後長期 考慮的話 到時候會不會有 類似現在 討論到的這個保險基金等等 已經提存不足 的這個問題 可以報告很清楚 針對核一核二核三的提存 跟將來可能自用的 他都有一個表 什麼時候花多少錢在那邊 目前沒有問題 目前沒有問題啊 是的 然後表示說 這個 從一百 核一核二核這四周反應爐啊 從六年七年九年十年 好之內 分別 運轉執照到期 是的 分別 好 那也就是說 最慢十年後 最慢十年後 起算 是的 在他二十年內 總共要花多少錢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的核一的 所有的廚藝 我們了解到就是說 停止運轉以後 要花的錢 是相當可觀的 不是幾億啊 甚至百億千億的經費吧 他單位都是億啦 都是億在那邊 目前的有關這個核一廠 做例子啦 核一廠做例子 那廚藝的異估經費 從一百零六年開始到一百二十四年 他要一段時間去做很多廚藝的工作 就十八年 包括過渡啦 拆廠啦 等等在那邊 復原啦 一共準備呢 一估呢 發到一百八十二億 一百八十二億夠嗎 應該夠 好 這都找專業機構估計過的 那他分年了 他每年都有多少 我不是專家 所以我是 專業機構過的 請教你 那這個資料 要得到 以後的一些討論跟印證 當然 印證啦 沒錯 所以你認為 沒有這一個 到時候 要政府再來 撥補的問題 我可以確定在 可以預期的未來 不至於 好 再來就是 合一場合二場 這個 三角斷層 經過吧 那在去年 九月已經確定 從原來所認知的 這個三四十公里的斷層 這個陸地部分 延伸到 這個海域的四十 另外的四十公里 是的 那現在還有另外 再從這個海域的四十公里外 再繼續延伸四十公里的所謂 這個棉股 棉花峽谷 這還沒確定嗎 還沒確定 那現在有沒有在做看查 目前台電準備要花包去做這個事情 已經準備花包做這個事情 是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必須要做的工作 來確保核安 那這個斷層已經 在最新的資料裡面 被這個 在最新的資料裡面 被 確認 這確認是 約在一萬一千年前曾經活動過 屬於第二類活動斷層 第二類活動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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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一類 不是第一類 第一類風險更高 風險就比較低 風險比較低 那是基地問題 不是不會發生啊 當然 好 是不是不會發生 我跟委員開來講一下 委員 也許會覺得 這樣講不聲 你說 很多風險當然有高低嘛 是不是 那個事情不可能完全沒有風險 只是高低問題 只有風險的 風險的評估 是的 然後風險帶來的 對對對 風險帶來的 這個損害 是的 的一個評估 了解 那如果 雖然風險 風險低 但是損害高 不值得冒這樣小的風險啊 好 就可以討論 我了解 那有時候風險很高 但他成本很低嘛 了解 所以 讓他發生 也無所謂 我聽 成本低嘛 但是這個 因為你有 合一場 合二場在這邊 所以風險高低 一回事啊 但是他的成本 是很高的 你知道嗎 萬一發生的時候 那成本是很高的 你不認了嗎 那就是要發生說 萬一發生 會到什麼地步的問題 對啊 這個要去估計才能夠這樣 但是成本是很高 如果沒有合一場 合二場 這三角斷層啊 管他30公里 管他80公里 管他 這一個120公里 不能不管他 那真的發生問題 我們北部地區 不是核電廠的問題 大家都去 如果在沙漠地帶都沒有 這地方水位去管他 會大地震啊 政府對 我提到的是這個觀念啊 你怎麼抓到這個 好像有點疑病 就被它擴大 我現在是所謂理性的探討 所以風險 一回事 相對的 這一個 處理這個風險 聽懂 他說這個風險所帶來的 這個成本是一回事嘛 聽懂 但是因為你合一場 合二場這邊 所以你風險來講 以斷層來講 不是第一類的 它是第二類的 所以比較低 但是萬一發生的時候 雖然說 發生的機率相對低 但是萬一發生的 這個成本 是相當相當的高 那高不是 不是這個人口密集等等 是因為 有加上了合一場合二場 所以你要考慮這個風險 成本 的時候 你要回來 你現在不是台電 你現在不是閻子能委員會 你現在是經濟部 所以要幫人民算帳 所以這個時候 你合一場合二場 該用什麼態度 去面對嘛 所以我這邊經濟部的 換成調查 也是經濟部一找出來 因為我們有低調手 它要保護老百姓的全部的潛意 所以經濟部的 德國 你看 合一場合二場 照樣發生過 如心側板 出現裂痕的問題 對不對 以前出現裂痕過對不對 沒錯 那合一 有沒有 這個都已經處理了 是不是請他們報告一下 因為細節 有沒有更換 有沒有更換 還是做什麼樣的維修 修繕而已 有沒有更換 合一都已經整修完成了 那合二都評估 還蠻小的 德國 因為這是 我不在這個委員會 我沒有長期注意這個問題 但是我是越來越擔心 剛才所提到的那些 這一個問題 這一個考 余力的 那德國 這個 UER UER GASS 醫院 他們曾經發生過 如心側板出現裂痕 結果他們評估的結果最後 是提前的23年 提前的23年 停役 是提前的23年 停役 那我們這個已經使用30年了 只剩下 說命 最長10年 那你要冒這個風險 目前那個 合一合二都不 都不原意了 所以應該40年 不原意 但是也只剩40年 剩40年 對啊 所以頂多剩10年 剩6年 7年 9年 10年 所以用德國的例子 他提前23年 來除役 雖然還沒到 這一個 他原來的預期壽命 他執照還有23年 一直執照還有23年 但是他因為出現的 這一個 如心側板 的類似 他真的 去修這個 冒的風險 蠻大的 比較重要 他到底什麼原因 是因為那個單一的 這麼一個側板 還是別的 我現在不是跟你討論專家 不是專家會議 我用一個國會議員 關心民眾 安全生存 財產 等等的問題 我一些概念提供你注意 到時候 你承擔不起 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